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科幻的名词组合在一起 当时感觉好像这几个东西都差不多 实际上这三种雷达 它们的原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什么叫量子雷达 我们知道量子物理里面有一个现象 叫量子纠缠 就是两个粒子处于纠缠态之后 把其中一个粒子发射出去 那么不论这两个粒子搁得有多远 只要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 另外一个粒子马上会实时的接受到 这个状态的改变 但是据我所知道的知识 就是我们实验成功的 大概就是好像一百多公里 还是几百公里 产生量子纠缠的现象 两边都实验成功了 这么远的距离如何实现的 但是现在就是在航展上 公布的量子雷达 用的是光量子 它是两个光子 但是我们知道光子在大气中传播 它是会受到很大的衰减的 所以它的距离没有那么远 而另外一种所谓的微波光子雷达 它实际上是把传统的雷达里面的 各种什么微波器件 用光器件来代替了 这样可以做到比微波器件 更好的灵敏度 更大的带宽 还有更快的切换频率等等 这些就是微波光子雷达 而这次推出的微波量子雷达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我们知道微波它其实是一种光 只是频段跟我们可见光不一样 按照量子的理论来说 光可以分成一小份一小份 不可再切分的一个最基本状态 叫光子 微波其实它也可以形成光子 而只不过微波光子 它的能量是非常低的 大概是比可见光的光子 它们能量低一万倍 而微波它的穿透性能 要比光子要好得多 所以这次38所搞的微波量子雷达 它实际上就是用两个微波光子 进行纠缠 然后发射出去 然后进行探测 但是因为微波光子 比普通的光子 它的能量低一万倍 所以雷达 它必须采用超导器件来进行接收 而根据论文的透露 只要它的温度比绝对零度高一度 那么周围造成的信号 就会淹没微波光子的信号 就没法接收了 所以怎么样把它进行冷却 这是一个里面的核心问题 现在这个世界上这种 可以把这个物体冷却到 接近绝对零度状态的这些高端仪器 以前只有欧美有 我们国家没有 但是近些年来 我们国家这方面也有所突破 比如说去年中科院物理所 就搞出了一台 就是不需要液害的 这么一台制冷机 可以维持在绝对零度以上 0.01度 也就是说绝对零度 其实就是零下273度 分子停止运动 这么一个状态 对有了国产的制冷仪器 我们微波量子雷达 它的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扫屏了 当然了 这个论文还提出 就是说我们雷达里面 可能会产生冷端器件 和暴露在开放世界里面的 外部器件之间 如何割离的问题 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 但他们也正在逐步的解决 由于采用了如此多的极端条件下 才能用到的这些物理材料 所以雷达的性能 当然非常惊人 像您说的1500万公里 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就是38万公里 对 这比它估了40倍 但实际上 这个雷达 是我们国家的小行星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当然了 也有网友开玩笑的说 我们能不能把雷达装到月亮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往地球看了 还有其他雷达说 我们把雷达搬上预警机 是不是美国的隐形机 他们都可以就无所遁形了 我们可以说有这个可能 毕竟能看1500万公里的雷达 那个把它小型化之后装在飞机上 究竟能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 但肯定是比现在的雷达 探测能力要强得多 所以探测个引擎机 估计问题不大 微波量子雷达 可能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 但是中国这次项领域的研究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 我们期待早日能够实现这个技术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放文明里面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